纽约人在市政选举中有一种表达自己意愿的新方法,这是一种赋予投票人更多的选择权,以及产生更多赢家的投票方式。 这种投票方式就是排名选择投票制。 74%的纽约人公投选择在市长、公众利益倡导人、审计长、区长、市议会议员等市府公职的初选和特殊选举中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制,而在普选或者州或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中还没有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制。 如果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制,则在每个候选公职上,你都可以根据你的意愿给最多五位候选人排名。 排名选择投票制的运行规则如下。 在你的选票中,你会看到每行列出的候选人以及每列的候选人排名,请选择你的首选候选人,并将第一列下其姓名旁的椭圆形空白涂满。 正如以往,你仍然可以只投票给一位你最喜欢的候选人,然后提交你的选票。 当然,你可能会喜欢多个候选人。 如果你有第二个候选人,则将第二列下其姓名旁的椭圆形空白涂满。 如果你有第三、第四和第五个候选人,请同样依此处理。 几件不要做的事,不要将同一候选人排名多次,这样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省你失去给其他候选人排名的机会。 不要给多个候选人相同的排名,否则你的选票将会无效。 别担心,排名选择投票制是一个全新的流程,你可以随时向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如果你操作失误,你可以重新填写一张选票。 如果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制,如何计算选票? 如果候选人获得的首选投票数超过50%,那么此候选人就赢得了选举。 就这么简单。 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50%以上的首选投票数,那就将按轮次继续计票。 每一轮中,得票数最少的候选人将遭淘汰。 如果你的首选候选人遭淘汰,你的投票将转投给排名第二的候选人。 这一个过程将一直持续,直到仅剩下两位候选人。 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获胜。 目前,全国已有多个城市采用排名选择投票制, 因为投票人发现,在这种投票制下,他们可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现在,轮到我们啦!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者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请访问nycvotes.org.